国民议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州长、最高法院的部长、大使以及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们按照国家宪法的规定齐聚一堂 今天是我们接受领导国家的挑战整整82天 这是阿根廷经济史上最关键的时刻 阿根廷在这100多年里几乎完全遗忘了使我们的国家变得伟大的理念 实施了长达100多年的导致贫困的经济政策 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灾难不断地出现 无节之的公共开支狂欢造成了阿根廷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所获得的最糟糕的继承 事实上我上台继承的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7个百分点 自我接管国家第一天开始赤字依然停不下来 国库就出现了5%的财政赤字 中央银行又产生了10%的准财政赤字 加起来共有15%的综合赤字 欠进口商和多边信贷组织的巨额债务使我们濒临崩溃 中央银行的储备是付的112亿美元 阿根廷的能源和运输价格被政府管制人为的压低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只有实际价值的五分之一 在前任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里 官方汇率和平行汇率之间的差距达到了200% 肆无忌惮地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凭空虚增了13% 而在前政府执政的前三年里 官方汇率和平行汇率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了15个百分点 在12月的第一周 零售通胀率达到了年均3700% 第二周更是飙升至年均7500% 对于那些觉得这些数字像天方夜谭的人来说 52%的月通胀率只是批发通胀率 这意味着每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7000% 这些数字与阿根廷政府无度的货币超发完全吻合 随着我们审查国家公共行政 经济混乱留下的痕迹变得更加清晰 我们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是多么严重 它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我们最近发现近60%的阿根廷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但对一些人来说贫困似乎是突然出现的 我认为实际工资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积累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说打击资本会影响到投资 减少人均资本从而影响实际工资 民粹主义导致我们陷入了疯狂 阿根廷人现在用平行汇率计算的美元平均工资为300美元 而上个世纪90年代曾高达1800美元 折合今天的货币则为3000美元 民粹主义夺走了我们90%的收入 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有三分之一的正式工人变成了穷人 这残酷的揭示了我们所承受的遗产的残酷性 以及过往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破坏 一百多年前 当我们开始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时 我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但现在在阿根廷 每十个人中就有六个生活在贫困中 而很多政客就像在座的很多人一样 却过着富裕的生活 阿根廷的各个方面都存在复杂的问题 债务问题 社会问题和深层次的问题 贫困人口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同时政府也从未像现在这样 发放过如此多的社会援助 但是很大一部分援助 却成了左翼组织的战利品 他们从那些声称要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客 手中窃取资源 同时攻击那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劳动力市场被冻结 正规私营部门由于僵化和高昂的劳动力成本 而没有产生新的工作岗位 只有公共就业和非正规工作在增长 除此之外 养老金制度也支离破碎 养老金的收入每天都在减少 无法满足支出 在过去十年中 养老金制度已经纳入了近400万受益人 而且没有通过暂停缴费的方式来缓解问题 这对所有医生都在履行自己责任的人都是不公平的 养老金领取者成为这一情况的受害者 他们被困在我们希望改变的体制中 在过去政府导致的高通胀制度下 他们的收入大幅下降 如果我们不改革 他们的购买力可能会减少高达40% 实际上 我们经常对养老系统进行政府补贴 这清楚地显示了我们的养老金制度设计有多糟糕 需要进行修改 为了避免养老金领取者成为政策失误的牺牲品 我们的社会必须做出改变 左派组织给予敛财 不断向不同的政府敛财 在过去二十年里 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制造了混乱 前几届政府对待安全部队方式完全错误 他们束缚了安全部队的手脚 使他们无法履行职责 政府站在了罪犯一边 甚至在大流行病期间释放囚犯 这种行为就是一个例子 教育方面的危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变得越来越严重 结果是 有一半的三年级学生听不懂阿根廷话 70%的孩子无法解决基本的数学问题 阿根廷是南美地区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 当下却是这样一幅灾难场景 过去 他曾是教育质量的典范 但在高等教育领域 文盲问题对我们的教育产生了 像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一样严重的影响 在这个国家 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义和医疗自由 但公开反对资本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 宣扬左翼思想的教育课程 却泛滥成灾 上届政府不负责任的贸易政策 还导致医疗系统陷入匮乏危机 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家闹剧般的环境中 在国防方面 我们继承了一个资金不足的军队 甚至被国家本身所诋毁 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资源 也没有做好准备 来面对这个不断变化 日益不安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我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120年前 我们是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最高的三个国家之一 我们还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在所有这些罪恶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现状是一个乱糟糟 支离破碎的国家 它甚至无法履行基本职能 这是一个无所不为 极尽其微的国家 它的干预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危害 就像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 没有什么是政府可以做到的 货币理论的创始人认为 消费有四种方式 你可以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也可以花在别人身上 而别人的钱也可以花在你身上 最好的消费方式是用自己的钱在自己身上花 因为这样你能最好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也知道花多少钱能够赚回来 另一方面 当你用自己的钱在别人身上消费时 成本是最低的 但当你把别人的钱用在自己身上时 你就在浪费 因此 把别人的钱花在别人身上 是最糟糕的消费方式 根据国家改革秘书处编写的报告 显示了令人担忧的信息 包括债务和未支付的货物和服务金额 接近负129亿美元 过往的阿根廷政府 不是为了履行基本职能 而是为了为官员们的私利创造机会 保险案例和媒体报道 可能是最好的例子 这个系统的目的是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之间充当中介 以便能够从每项业务中获取回报 这种腐败的系统 已经为政客们带来了数亿美元的回报 这或许是对现状的最好描述了 过往的阿根廷政府就像一个犯罪组织 每一项许可 每一条规定 每一个程序 每一个行动 都是为了贿赂那些掌权的政客们 政府的各个部门 包括行政 立法 司法等权力机构 以及各级政府 都参与了这种腐败的计划 并且得到了依靠官方广告生存的媒体的支持 他们之所以支持这种模式 是因为贿赂的回报 比市场竞争的回报更诱人 工会成员也是如此 他们背叛了工人 利用所谓的利益欺骗工人 同时推行对他们有利的劳动制度 这种制度是道德败坏 不公正的 这种制度只会产生贫穷 以贫穷人为代价 产生一个特权阶层 他们的生活就像君主一样 这种制度已经变得肆无忌惮 例如 我们最近看到了前州长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 将另一位前州长送进监狱的情况 仅仅因为在私人聊天室里批评政府 就被判处公民50天监禁 这违反了言论自由原则 这种行为不仅冒犯了自称共和党人的人们 也冒犯了那些实际上支持自由言论的人们 我亲眼目睹了政治生活中 肆意挥霍的庸俗现象 这再次证明 这种给很多人带来巨大伤害的体制是极不完美的 我们所遭受的这场灾难也不是偶然的 这就是一个有意识有计划的体制 就像我所说的身份政治制度一样 它代表着政治特权和普通阿根廷人之间的根本对立 巨额的公共支出 赤字 财政问题 债务和货币印刷制度 政治精英们利用这一体制从优秀的阿根廷人那里夺取财富 并把财富分给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 正是这一体制导致了过去一百年来阿根廷经济的普遍恶化 多年来 我们一直在向社会揭露这种体制 沉默的大多数 由劳动者 生产者 早上四点起床的农民 企业主 房东 临时工 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 以及肩负着培养下一代责任的家庭主妇组成 这些人是受害者 那些没有被邀请坐在权力桌前的阿根廷公民中的沉默 大多数觉醒了 去投票 将一个新的政治人物推上总统宝座 我领导着一支新的政治力量 也许我没有议会多数席位 也没有市长或州长 但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知道如何去做 并且有信念去做 我可能没有政治权利 但我有信念的力量 有数百万希望真正改变的阿根廷人的支持 我们向社会明确表示 避免更严重的经济灾难的唯一途径 是大幅度削减公共支出 我们也向社会解释 解决货币问题造成的滞胀需要一段时间 这可能导致几个月的高通胀 而清理我们所面对的经济混乱 将是痛苦和艰难的 但摆脱困境需要时间 我们签署了一份选举契约 这需要我们的努力和牺牲 因为一百年的颓势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扭转 由于人民授予了我们改革的任务 也因为我们在竞选活动中只说了真话 我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振兴计划 首先 我们开始解决财政赤字这个巨大问题 我们已经开始大规模削减公共开支 仅在一个月内 就削减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 实际上 我们将国家的基本开支减少了40% 这是通过取消公共工程项目 削减对各省的资金转移支付 裁减部门和公务员 终止不必要的社会计划 关闭贫困援助机构 以及减少政府公车 顾问和手机数量等方式实现的 总之 虽然有些痛苦 但我们的举措 更多是针对政府部门的调整 而不是像以往一样 通过增加税收 来增加私营部门的负担 或许你们听过我们讲述过的 阿根廷长达123年的历史 其中112年 都陷入了财政赤字的困境 对我们来说 财政赤字和与高税富作斗争 是所有挑战的根源 这些问题是过去100年来 阻碍我们摆脱贫困和停滞的主要原因 经过几十年 政府挥霍纳税人的钱财后 如今阿根廷有了一个 关心纳税人血汗的政府 其次 我们成功避免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其他多边组织的分歧 这种分歧几乎在我们上任11天后就迎来了 第三 我们采取了措施 削减货币供应量 因为这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我们的金融计划 我们成功地重组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事实上 自我们上台以来 采取了多种措施 保持货币供应的稳定 我们成功地支付了有息负债的利息 并且由于财政调整和其他原因 我们设法保持了货币供应量的稳定 不仅如此 货币供应量在21世纪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左右 如今却只占3% 这意味着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上个月 平行美元的价格暴跌 与纳税调整后的进口美元的差距消失 美元期货价格也与反洗钱局制定的准则保持一致 尽管一些财政问题仍然存在 但股票市场的表现非常出色 证明了我们取得的进展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高通胀还会持续几个月 但通胀率将会急剧下降 货币管制措施的结束也即将到来 我们已经能够解决进口商的债务问题了 通过采取所有这些经济措施 我们在上任后的第一个月 就实现了基本盈余和财政盈余 这在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创下了世界记录 似乎这还不够 我们只是通过行政部门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 没有得到其他政治派别的任何支持 只有少数几个光荣的例外 我们的工作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在安全方面 我们推出了新的公共秩序理论 尽管这显然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但却无人敢于实施 我们开始一视同仁的执行法律 通过我们的公共秩序协议 我们使街道摆脱了不断停工的祸害 在我们执政近三个月期间 以及在我们上任后 立即开始的每一次示威游行中 我们都维持了秩序 并通过有控制的部署警力 避免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切断街道的行为 此外 我们还向那些呼吁示威的组织发出了警告 要求他们承担警察行动的费用 我们优先考虑的是 受害者和那些保护我们的人 我们反对蔑视执法和犯罪受害者的文化 我们已经结束了对罪犯的纵容 因此 我们不仅在推动扩大自卫和执行公务的框架 以保护公民和警察的安全 同时也确保罪犯无法在我们的街道上逍遥法外 我们开展了预防工作 我们成功地减少了在联邦部队控制区公共道路上 发生的故意杀人案件 减少了近60% 我们还为监狱系统中的高危囚犯建立了专门的管理制度 现在 他们将受到严格的监管 以防止他们在监禁期间犯罪 在社会援助方面 我们致力于一劳永逸地结束 所谓的贫困人口管理者的业务 这些人把政府援助搞成了一种赚钱的机制 并操纵了最贫困者 我们正在清除社会组织对受益人的敲诈勒索 由于帕特里夏布尔里奇部长实施的安全协议 我们正在消除 每次封锁街道时 对社会的日常敲诈勒索 在过往的政府中 他们总是说 谁削减公共开支 就会有穷人就拿不到钱 我们有责任 尽可能地保护贫困制度的受害者 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一制度 政客们的低效和贪婪 毁掉了阿根廷人的收入 这不能怪任何人 尤其是最弱势的群体 因此我们决定终止援助中介制度 并加强直接援助机制 在这方面 我们已将普遍儿童津贴 指定怀孕津贴和食品卡的金额翻了一番 我们还使领取社会援助成为可能 工资最高可达一百万比锁 这样那些领取社会计划的人 就可以与没有领取社会计划的人 领取同样的金额 我们还吸收了政府慈善中介组织 以未经审计 未经登记和不受控制的方式 旅行职能的教训 例如运送食品 现在我们对分发的每袋食品的情况 都了如指掌 为了让那些在新学年开始时 受到大幅涨价影响的家庭 能够买到孩子们需要的学习用品和材料 这项措施将汇集 从幼儿园到中学的七百万 三百万个孩子的家庭 我们在法令中将教育 列为必要和紧急的基本服务 这将夺走工会手中的枪 或是他们在任何罢工期间 提供教育服务 我们总是说 我们要求人民投票 而不是将权力转交给我们 因此 我们的部委从18个减少到8个 密书处从106个减少到54个 公职等级减少了50%以上 我们还取消了一年的媒体官方广告 如果以去年的花费为参数 这将节省超过12亿15752192笔锁 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 政府用人民的钱来收买记者的意愿 这是不道德的 我们决定将对各省的酌情拨款减少到最低限度 因为这些资源过去一直被用作购买政治支持的筹码 在将资源调往各省时 我和我的公务员都会选择乘坐商业航班而不是私人飞机 因为那些政客习惯于用公款支付私人飞机的开支 因此 在未来几天内 国家民航局将制定一项新的监管标准 以确保除严格的公务外 任何政治家或政治家的亲属都不能使用私人飞机 此外 从3月1日起 使用公共机构支付的机票旅行的任何官员 都不能为个人旅行累积里程 同时 所有部委都遵守了至少30%的车队退役的规定 我们还取消了非自动进口执照和许可证 从而杜绝了自由裁量权和任人为亲的现象 现在任何想进口的人都可以这样直接进口 无需询问任何人 以贿赂换取进口许可证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我们还签署了一项特大法令 其中提出了30年来 首次将自由还给阿根廷人的紧迫性 而不是削减自由 这些法规破坏了经济 使人们的生活复杂化 以保护某些特权 或加剧了这些法规本应解决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放开了社会保障制度的选择权 使工人们不再被其活动的工会所禁锢 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服务提供商 我们废除了灾难性的租金法 而这正是我们所做的 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 市场上的商品供应量翻了一番 因此 我们取消了法律规定的租金实际价值 以及灾难性的供应法 我们禁止政客和官僚限制商品出口 我们还更新了劳动法 使雇主更容易雇用员工 让劳动力市场变得更自由 而这些是工会所反对的 然而 所有这些初步成就 只是我们即将在阿根廷实施的重大变革的表面 为了深化我们的使命 为了削减政治及其朋友的特权 我们向国会提交了一篮子 反政治特权法案 我们将取消总统和副总统的特权养老金 我们将迫使工会通过定期的自由选举 选出自己的领导机构 并在选举过程中接受司法监督 这将限制这些机构的任期 我们将结束这种 将劳工保护条款 强加于人民的疯狂行为 此外 任何因腐败罪名 被二审定罪的前公职人员 都将自动丧失其因履行职责 而享有的任何福利 我们还将大幅减少国家众议员 和参议员的顾问人数 给每个议员设立30或40名顾问 是政界的惯常做法 这浪费了阿根廷人纳税人的金钱 对于因罢工而不上班的国家工作人员 参与罢工期间将不再领取工资 甚至将取消其工资 反过来 我们将取消政党的公共资助 各政党将不得不通过自愿捐款 来为自己筹资 除了阿根廷的几个政治混蛋 世界上每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都同意 用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为国库融资会产生通货膨胀 这个过程不仅技术上是错的 道义上也是错的 因为这会导致通货膨胀 让所有阿根廷人的钱贬值 那么我们凭什么要被通货膨胀剥夺呢 最后 这些钱不是进入了政客的口袋吗 然而 在阿根廷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做 结果 我们成了现代史上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们将向国会提交一项法案 依法惩处批准预算 考虑用货币发行 为财政赤字融资的国家总统 经济部长 中央银行官员 以及众议员和参议员 我们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一切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现实上 通货膨胀都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 我们还将建议将这种罪行与危害人类罪相提并论 使其不受时效限制 政客下台了 也要追究他的责任 这样 迟早他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只是我们即将实施的部分改革措施 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经济模式 阿根廷就没有未来 我们的自由化改革模式 将解放阿根廷人的生产力和恢复自由 以结束身份政治特权 但却被一部分抵制变革的政治阶层所操纵和拒绝 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有一群人 那些政治老手 他们并不想失去过去政权的特权 我们在国会外的暴力示威中看到了他们的身影 在工会成员的声明中也看到了他们的影子 他们不愿意接受现实 不认为阿根廷将结束了特权的时代 这些议员们能过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背叛了自己人民 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在这些人中 我们也看到了塞尔西奥马萨 巴伯罗莫亚诺 胡安格拉瓦斯 和最大基什内尔 甚至是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菲尔南德斯的 而基什内尔一直对历史上最糟糕的政府负责 但我们也看到一些记者 在面对终止官方广告的决定时 他们决定公然捍卫自己的特权 甚至犯下诽谤 重伤和堕落谎言的罪行 我们还看到一些州长 他们只关心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资金 以便能够继续进行公共支出 好从中捞取油水 多年来 一些政客 甚至是一些国家政治和经济机构的从业者 他们不愿意把让过往失败的阿根廷的制度消失 有些人是因为害怕变革 有些人则是因为 他们是这个旧政权的受益者 我们必须让社会意识到 大多数政治阶层不愿意放弃特权 他们推翻了我要推行的政策 在整个改革法案的审议过程中 有142票反对 这就是民政 我们不是来玩政治游戏的 我们不是来效仿那些 把项目置于个人恩惠 职位和商业交换之上的政客的 我们也不是来玩常规的政治游戏的 我们来这里 不是为了做更多同样的事情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真正改变这个国家 与其批准一个毫无内容的法案 我们宁愿撤回它 我们不会在变革上妥协 无论政治领导层是否支持 我们都将履行我们向社会做出的承诺 我们会利用手中的工具 无论是法律的力量还是行政权力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绝不会退缩 即使面对困难 我们也会不断加速前行 现在我们正站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 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挑战 更是我们国家前途的挑战 过去一百年里 我们所尝试的一切都以失败告终 我们别无选择 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做一些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们正在努力回到最初的起点 回到能够使国家重新变得伟大的理念上来 然而 我们在推动变革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一些人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改革 因为他们不明白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有多严重 他们执着于过去的传统 而这些传统只会导致失败 另一些人则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特权 生意或舒适的生活 我们面临着两种可能的情况 一是与之对抗 这不是我们选择的方式 我们试图通过努力说服他们 但这并非一事 二是继续前行 坚持自己的道路 这也不容易 虽然我们没有选择对抗 但也不会退缩 我们自从决定从政以来就知道 这场斗争并不容易 我想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选择对抗 你们会发现 我们与你们所熟悉的政客截然不同 对我们来说 政治不是目的 我们的生活不是围绕政治转动 我们对权力没有野心 我们只是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在做出决定时 没有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 我们是来捍卫自由的 我们知道 我们必须为你们中的许多人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 我们不想寻求或挑起冲突 我们不想争吵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提出未来的政策 因为我们知道要实现变革 关键是集中精力向前看 而不是与旧势力做斗争 但我想告诉在座的各位和那些关注我们的人 如果你们挑起冲突 你们就一定能看到冲突 我们不像某些人那样 只想着下一次选举或自己的私利 我们只想捍卫自由 然而 对抗不是我们想要的 也不是我们选择的 还有另一条可能的道路 一条不同的和平而非对抗的道路 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们 我对这些政客们选择与我们进行冲突 并不看好 我看到了普遍的腐败 自私和小心眼 我希望他们能证明我错了 我想挑战他们 向他们证明政治可以超越眼前利益 我们可以追求更好的未来 他们可以证明 尽管我们意见不一 但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放在选举利益之上 因此 我希望我对你们中许多人的不信任是错误的 我想借此机会 邀请各位州长 前州长 总统和主要政党领导人 今天在我们政府的首次届会上 共同探讨未来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能够摆脱过去的对立 抛弃我们失败的做法 就像我们的先辈在200多年前所做的那样 彻底回归自由的理念 五月之约将最终确立国家所需的十大政策 这样我们就能够放弃失败的道路 这十项政策包括 一 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二 确保财政平衡 不容许任何讨价还价 三 将公共开支控制在历史水平的约25% 四 税制改革 减轻税收负担 减化人们的生活 促进贸易 五 重新分配联邦税收 永久结束目前的敲诈勒索模式 六 各省承诺推进国家自然资源的开发 七 促进现代劳动改革 创造更多的正规工作 八 养老金改革 使养老金制度可持续 尊重缴费者和贡献者 并允许那些愿意参加私人养老金计划的人 九 实施结构性政策改革 十 开放国际贸易 让阿根廷再次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角 这十项理念是任何国家进步的基石 他们能够为阿根廷未来一百年的发展创造条件 为了使阿根廷再次成为西方的灯塔 我们呼吁所有政治家加入我们的行列 无论他们来自何方 也无论他们捍卫何种理念 都要表明政府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决心 在签署五月份协议之前 召集阿根廷所有省份的省长 到Casaraceta签署一项预先协议 并通过基础法和针对受制裁省份的财政减免方案 这两项法律都是善意地表示 我们可以在上述十项原则的基础上 起草一份共同文件 以便在今年5月25日获得通过 这将开启我们国家辉煌的新时代 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 到那一天 我们将看到谁会坐在拉梅萨的位置 为阿根廷人服务 谁又会假装继续走着那条奴役之路 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将在其他政治领导人的帮助下 或独立完成改革阿根廷的财政工作 但如果其他政治领导人也同意的话 我们会更快地更好的完成这项工作 如果我们实施的改革与其他政策相协调 这些改革将更加持久 从而为本地和外国的经济参与者 带来更大的信心和安全感 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属于任何特定人物 但更不属于那些政治投机的领导人 也不属于那些把执政看作是一场民望竞赛的人 这不适用于那些想要以分裂国家 来保持他们的特权的人 也不适用于那些只关心形势 而非变革意愿的人 这是为那些有着历史眼光 愿意为国家利益不惜一切的人 修复这个国家所需的巨大牺牲 正是这一指南针促使过去20年的政府 推迟了一些虽然困难 但也是必要的措施 我们不听这些谣言惑众的歌谣 我们不是为了受欢迎而执政 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 我们都是为了所有阿根廷人 甚至是尚未出生的阿根廷人而执政 这样 30年后的某一天 当阿根廷成为世界强国时 子孙后代在回首往事时会说 正是在那里 在我们挚爱的科尔多瓦省的Adapter 我们的繁荣之路才得以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只坚定的手 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方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接受 为实现这些变革 而付出一切政治代价 甚至是与我们不相称的政治代价 因为如果整治这个国家的代价 是陷入被排斥的境地 那么你们会发现我很自豪 因为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比这更神圣了 放眼阿根廷 我看到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 一个自然资源丰富 人力资本雄厚的国家 一个渴望繁荣的国家 但却陷入了一个只能导致失败的模式 我们是来把自由还给阿根廷人的 因为只有自由的社会才能进步 只有充满活力的社会才能工作 就业 贸易 生产 进口和出口 而无需任何人告诉他如何繁荣 只有作为一个自由的社会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才能利用上天赋予我们的天赋 今天 我确信 以自由思想为灯塔 这个国家仍然拥有一切 可以重新回到繁荣的道路上 为此 我们要治理阿根廷 使其再次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之一 成为本地区的领导者和榜样 一个生产 农业 活力 商业 海洋 和技术强国 充满生机 以Fronterra的精神 孜孜不倦地捕育着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国家 也是政府在致辞结束时要表达的愿望 我想对今天在座的各位州长 领导人 政治体制中的不同党派 以及众议员和参议员说 你们正处在阿根廷历史的转折点上 你们要么坚持一个不公正的制度 绝大多数社会 都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要么抛开你们的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 如果阿根廷人民选择与我们的变革使命合作 帮助我们改造国家 并以爱国者的形象留名后世 如果他们能够挺身而出 在科尔多瓦签署五月公约 我和阿根廷人民都会将这一举动 视为谦逊和勇气之举 我只要求一件事 耐心和信任 在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正在实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成果之前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 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所继承的灾难的全部影响 但我们坚信 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因为这是有史以来 我们第一次从财政赤字这个原因 而不是从症状入手解决问题 所以我请求大家耐心等待 相信我们 因为无论黑夜多么黑暗 太阳总会在清晨升起 索罗门王向他祈求智慧 以分辨善恶 选择善恶的勇气和节制 以坚持这条道路 我也向我和在座的各位 祈求同样的智慧和节制 尊敬的国民议会 愿上帝保佑阿根廷人 愿天堂的力量与我们同在 非常感谢 自由万岁 着了解 这条例子的理论 这个摄影 穆起来 在公开 十字幕 742 和尊敬的 组出阶段 是组出阁的 组出阶段 有国民议会 新 1920的 新 09的 2014 感谢观看